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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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整個洞 這麼新年氣氛就知道現在是新年時間 停課嘛,停課不停學就是我們的宗旨 所以今天就要教大家 怎樣可以很簡單 用 和大家的同學一起上 Online lesson 整件事是非常簡單的 因為我們經常都擔心同學會不會不懂 有想這件事,其實 絕對不用擔心,是不會的 我的小孩都懂得用 我很肯定長大一點的兒子都一定懂得用 幾個步驟我們就可以 開個Online Classroom給同學 事不宜遲,馬上學習怎樣做 很簡單,只要去到Google 打Meet 基本上就已經去到這個版面了 不要去Hangout Hangout是另一個App 只是用個人的聯絡 但我現在正在用這個 meets 按下這個按鈕 就可以進入一個 meeting code 或者內容 如果你打meeting code 即是你加入別人的 你就打meeting code 如果你自己開過的 你就打個內容 但我不想任何事情 我就不打了 基本上你進來 其實他已經告訴你 你是不是在設定你的電腦 等等 你可以看到 這裡 這個就是一會兒 你會用到那條連結 你就把這條連結 傳給學生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連結 這一串 英文字 其實就是所謂的 他們進去 meet 然後打這個 也都可以 當我要做的時候 我就開始 meeting 然後他就會叫你 Copy 這個 當有人進來的時候 他就會直接 彈出來 譬如 按個iPad 瘋狂轉相機 這個好像神經病 你會看到 我加入了之後 他就會這樣顯示 問你 咦 你是不是要加入這個 通常 如果我用兩部機 我就會把iPad 插這個 耳筒 而且我要 關掉 聲音 否則會配合 也很厲害 所有東西都準備好了 那我就 join meeting 按 按 他就會這樣 好像Inception 我現在覺得自己 在這裡 咦咦咦咦 這樣 當然少不了實戰的片段 這條就是我2月3日 頭10點 跟我5年級的同學上課 那其實就是 出席人數有90% 你看到三十幾個人 進來聽書 效果真的很不錯 其實我只不過是 遲一天在Google Classroom 告訴他 今天上課 那他們就馬上課 那他們就出現了 那可以看到其實 只不過是把我本eBook 卡了下來 放在Nino Notes 然後用它裡面內置的 一些note taking annotation 的工具 那馬上課 你看到我正在做recently 這個字 其實我一直寫些note 給他們 那他們就用自己的書 寫回 另外我就問他recently 這個字呢 你覺得什麼part of speech 你看到其實 由手邊他們答得到 adverb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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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它的 interaction 是挺好的 直至到這個同學 還可以問一條問題 當然也不正常 不過證明了 其實同學仔 和我是有個互動的 我就再教了另一個句子 當中牽涉了一個字 叫miles 那他們就說 什麼是miles 所以我就馬上説給他們看 上網找 一個miles 原來等1.6km 然後他們看完這句子 他就要解釋給我看 到底是什麼意思 當然 有些同學就不懂 有些同學 聰明一點的 他們馬上就知道 原來我可以用電腦 去找回答案出來 找回答案 有些同學呢 他就打到 chat room 其他同學就拿麥克 告訴我 你看到右手邊 其實我可以看到他們的樣子 亦都可以答我一些問題 比如我問他們 做了我的功課沒有 做的嗎 就打個燈 這樣 另外你們可能問我 那我功課我怎樣給他們 其實我很簡單 我就把其中一個 我們學校自己自身的exercise 我就把它變成PDF版 然後就把其中兩版 卡在圖上去 在nononux放給他們 然後呢 叫他們上完課 之後呢 做回那個exercise 然後在nonux 再傳給我 我改就可以了 整件事情 是非常簡單,跟我平時在課室上課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只不過現在變成全部都是電子版 做法就是這裡,我按了... OK,讓我先拿出來 按,我放回去,輕按 現在看到我自己,因為我正在錄我自己 然後我就在這裡按,Present Screen 然後我按,Start Broadcasting 然後它就會開始,上傳我的iPad的Screen 就是這樣,譬如我在iPad上用Nino Notes 我立刻給大家看,我按Nino Notes 那其實呢,在鏡頭另一邊的同學,Hi Kenji 鏡頭另一邊的同學 他應該可以立刻就看到我Nino Notes這個... 這個...screen在他們的電腦上 因為我正在表演 那我就在這裡... 抹Nino Notes 這裡在這裡寫Nino Notes 那他們就會一直看到 那我就叫他們呢,拿一半書出來一邊抹Nino Notes 那這些同學呢,講到話呢 他們自己會懂得unmute了那個microphone 或者如果他們不想講話 或者他們電腦就是講不到話呢 他可以用這個checkroom的方式去打些東西 那還有呢,最好的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這裡,這個位呢 其實有一個按鈕叫做Turn On Captions Oh,I'll just let you know,Thomas I'm sorry,because I explained to Kenji already I have to make a video to teach other teachers how to use it to surprise them So,I hope you don't mind if I speak a bit Cantonese is that okay? Great,thanks! OK,那這裡呢,我就可以Turn On Captions 就是火一點同學,如果他聽得比較慢一點 他看東西比較厲害 那他就可以即時看到我講的話的翻譯 Can you type something? Can somebody type something in the chatroom? OK 就是這樣啦 那其實整件事很方便 剛才我有幾條問題問到同學仔 是一些難的題目來的 那他們都會懂得開咪來打波 Hi,Thomas Hi Hi,Are you in your pajamas? Yes Hi,How are you? How do you think about the lesson? I think it's good It's good Is it difficult or easy for you? It's okay But does it take you a long time to log into this app? No,I think just one to two minutes Great 其實有另一個方法做的 我自己覺得更好 那你選擇一下教室 其實你選擇Google Canada 那你選擇 那你就選擇了 譬如我想什麼時候上課 譬如我想接下來的課是星期三 通常我就上45分鐘 沒有那麼辛苦 那我就會打下那課會是什麼 教 made 然後用了 就是這樣簡單 那我在這裡 在這裡 這個人要來選擇 好 我就會把所有人都要加上課 那我難一點 我都會把所有學生的電話 放在一個群職 那我放進去 那就自動提供所有人 那搞妙了 直接就找夠 然後就寫相邀 然後就在同學子裡 然後同學子就會知道 那時候要上課 他們就會通過電郵告訴你 那東西是否想上的 就是這樣 他們會寫接受還是抗扣 通常都是接受的 很少會抗扣的 OK 是不是超簡單呢 我自己都覺得是很驚訝 因為我沒想過整件事原來是這麼順暢 我一開始會想著有很多 痾痾痾痾 會不會同學又不會進去 用兩部機又鎖不夠 網絡又不行 原來在最後所有問題是很順暢的 科意解其實 我經常都覺得老師都很習慣想很多個計劃 我們很喜歡overthink的 直直一點 有一個感覺就去做 就是試的 希望影片可以教大家 怎樣可以很簡單的 在家裡都可以停火不停學 最重要就是戴口罩戴口罩戴口罩 洗手洗手洗手 洗手洗手洗手 什麼話 Together Fight Diseases Yeah Together Fighting Diseases 心理健康 雙信正 Bye Gpass 有 yes 喔 我